好, 現在我馬上為Shirley做這道家鄉獨有秘方的蟹餅 我盡量做一下 首先我要把蝦仁變成蝦膠 先剁掉, 要把蝦仁剁碎 蝦仁剁碎, 不需要剁碎 攪拌一攪拌 用刀拉一攪拌 就已經扁了, 攪拌了 攪拌一攪拌 基本上一攪拌就變成融 看, 像屎餅一樣 攪拌 蝦的份量和肉碎是1比3 蝦是1, 肉碎是3 Shirley家人教我用肉蟹 因為我覺得蒸肉餅 我覺得花蟹會鮮甜 所以改了, 幫我用花蟹 剁幾下就可以了 已經變成蝦膠了,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核桃酥 時間關係, 我已經剁碎了 即是放在膠袋裡 也是用刀柄 搞定, 很快脆的 好, 我現在先醃了肉 這裡是1磅的肉碎 我先放蝦, 拌勻 連蟹肉一起倒進去 我用了兩隻花蟹 其實是隨意的 因為蟹餅和蟹餅 蟹也很重要 所以蟹肉也可以多一點 多一點 瑤柱也是一樣 浸了水, 然後撕開 瑤柱不用太多, 只有幾粒 先拌勻 這時候我會先放一點鹹蛋白 鹹蛋白就代替了調味 譬如我們以前加醬油、糖、胡椒粉 加了鹹蛋白 就不需要加太多鹽了 不需要加醬油 只加麻油就可以了 這個看起來也很好吃 Shirley的做法是用來蒸 但我希望這樣 除了蒸之外, 我也嘗嘗煎來吃 因為我覺得這麼好吃 應該煎也不錯 做兩種版本出來, 讓我們嘗嘗 然後加點蒜頭 剁碎它 我想蒜頭剁得很細小 我很怕吃蒜頭 在肉裡面吃到蒜頭的感覺 最好不好, 所以我做得很碎 好, 我現在加薑汁 好, 因為有這麼多海鮮 我想薑汁也會有味道 我以前跟廚師學習的時候 廚師告訴我 蒸肉餅, 最重要是生粉 加得準確 可以加多一點 但一定要加水 否則就實實地吃不到了 硬得不得了 一定要加水 加到有點漿漿的感覺 就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我先加核桃酥 不要加太多 我們家庭主婦 通常都用刺多幾次 因為這個菜不是我家鄉的菜 所以我要嘗嘗看 看起來好像合理才行 如果不是太多又不行 好, 因為我們會加蛋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加多一點 都沒問題 待會加蛋漿之後 它都會變成 這個不夠碎 要撕碎 好, 接著要加蛋 不要加太多 一隻隻下 他們鄉下是東莞人 所以這個是屬於東莞菜 這是三隻蛋 我會加三隻蛋 通常我們攪拌 都是順方向攪拌 好, 接著就倒進去 全部蛋都倒進去 你看看, 狀態好像比較滑 好像忌廉狀 沒有那麼固執 有些比較滑 到最後我們就加麻油 加少許麻油 有些麻油的香味 好, 最後我就加鹹蛋黃 鹹蛋黃 我們會把它切成粒粒 好像我們蒸水蛋 切粒粒 鹹蛋黃多一點 我覺得比較好吃 我很喜歡吃鹹蛋黃 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撒鹹蛋黃 也有一點秘訣 就是我們這個鹹蛋黃 平時好像撒熟蛋 就算了, 不是的 其實我們把鹹蛋 用慢火煮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就算不漂亮的鹹蛋也好 都會起沙的, 好味好多 如果漂亮的鹹蛋 只會爆油的 差很遠的 好了, 我們可以蒸了 蒸肉餅這樣, 20分鐘 不如我們把蟹蓋下去 有趣一點 好了, 去蒸了 我先做雞 想嘗試煎來吃好不好吃 因為我覺得好像牛餅一樣 應該挺好吃的 煎食 煎食 千萬不要太多油 如果要太多油 那些就算是半炸 煎食 要加少許油 讓它有點焦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吃 因為肉本身有油分 它會出油 所以不要太多油 沒有那麼健康 如果煎食 我會加少許蔥花 不要太多 因為我很怕吃生的蔥 有些蔥應該會比較香 好 我特地用這個小鍋來 希望可以圓圓的, 漂亮的 但如果要煎食 如果要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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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煎食 加少許油 讓它煎食 讓它煎食 很脆 真的很香 真的可以 我想煎得比較好吃 我喜歡煎 多一點 這個因為比較厚 所以我們用小火 慢慢煎 讓它裡面熟 是否香呢 Shirley, 我膽粗粗 就煎了兩味 一個是煎 一個是蒸 讓你嘗嘗 因為是你才知道它的味道是怎樣 我純粹去看這道菜 就是它做出來的 因為這個原本 是你家家的家傳的菜式 所以你不如給點意見 我先讓你吃蒸 好 我還沒吃 已經覺得很特別 我有少許改良了 你的賣相已經很漂亮 是嗎 謝謝你 真的可以吃 可以吃的 不用怕, 真的可以吃的 我剛才煎出來 很棒 真的嗎 真的一樣 真的一樣 你不要聽我開心才可以 真的有這樣的味道 真的有這樣的味道 那就嘗嘗 煎好嗎 好… 你很害怕, 怕不合格 你真的很技巧 要不然 你會把一道菜式來改良 厲害 我覺得好像煎牛餅一樣 很好吃 煎得更香 我覺得煎得更香 這個呢 玫瑰花的L Grey 八雀茶 是 我們喝杯茶 然後呢 吃一點橙皮糖 這個橙皮 我特意買了些橙 把橙都扔掉 不是開玩笑 真的有橙汁 是呀 是呀 我又不吃橙的 你又不吃橙嗎 我怕橙酸 我又要吃橙皮 因為橙皮也… 很香 很香 有很多維吾 不錯 好吃 對, 我們趁這個機會 說說你的故事 我聽的時候 我很感動 而且很觸動我的心 一般人都很少這樣經歷的事 我覺得是 上帝給你一個很大的考驗 我想知道你其實是信主信了多久 我信主正式是受診 都未夠十年 是嗎 但是我在小時候 都是教會學校 所以對聖經 或者是信仰 都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我記得當時很奇妙 對… 真是… 真是… 真是去找你回來 快點回來 我想… 真是一人信主 一家得救 是很重要的 是 我的女兒 很小時候 她亦是在年輕時 都受了浸 我們亦覺得不要緊 以媽媽的感受 她的年紀都很好的 尤其是她在外國讀書 都不要緊 但誰知道她回到香港 幾年後左右 即是二十多歲 她突然間 我們在一個很普通的檢查之下 發現她有癌症 又是第四期的癌症 她很小而已 二十多歲 是的 二十多歲 變得來我們當然是以大人來計 做習慣的 經常都覺得 甚麼都可以自己控制 自己可以控制自己有甚麼 當然是在求不同的醫生 或者她應該安排怎樣做 但反觀 我的女兒很平靜 她覺得是神的帶領 她有這樣的平安 而是她用一種很喜樂的心 去面對 所以我發現 真是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 上帝在你家裡 真是有很多大領 祂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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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我們很多時候 要靠自己 但當你把我們的天 放在神上 祂會有條路 讓我們走 女兒經歷了 一個癌症 第四期 但很神職地 神帶領 醫治好她 到現在也很健康 對嗎 你再經歷的下來 就是 媽媽離世 然後兒子又出事 是 這才是我覺得 你人生中最艱難過的事 因為真的 兩個都是你自親 那時候 我也是 神… 我覺得 我們就算是受診 都是一個入門 有很多要經歷 每次經歷 就要學一些東西 好像我們玩遊戲機 真的 好了一點 你可以讓你升 但我真的想不到 神會給我這麼大的考驗 有時候 當我媽媽 她都八、九、十歲 她都離開了 她的一百天那天 她走了一百天那天 誰知道我的兒子 那天早上 在夢中 就過世了 即是 太突然了 太突然 即是不可以 撤死了 你會變得 你不會感覺上 一個好好的年輕人 很健康 覺得他很活動 你怎麼期待 他會是 即是翌日 會離開 最初的時候 真的不太接受到 甚至乎 我會怪責神 我會在這裡說 為甚麼 即使我這幾年 即使我儘量做 你認為 你要叫我做的事 但你為何會給我 這麼大的懲罰 但當時因為我的妹妹 她從外國回來 因為媽媽的一百天 所以我們就去勸 不是 你不要這樣怪自己 不要怪神 我如果 即是 我現在立刻放棄了 即是 如果用一個簡單的心理 就覺得好像 我離開神 那我去了哪裡 或者是否去了魔鬼那邊 所以說不好 那我就是送 安拓了我的兒子 之後 我回到家 因為我馬上叫我妹妹 你可否和我 拿一本聖經出來 那我就叫她和我讀 這個藥白書 那神給了一個話語 她說 苦難都可以變成祝福 是 但那時候 我感覺上 沒有可能 是 沒有可能 我怎樣的東西 即是你說 這個藥白的 你之後有這麼多的東西 我哪有可能 對吧 但是我也有一點點平安 我就放鬆了 那我當晚 我說自己 不如我自己看看 自己安靜一點 我不知道為何撥撥 撥了一個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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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彈起 很多照片 那些照片 很多時候是我們一家人 去旅行的照片 或者兒子很開心的笑容 或者其他事情 我當時真的跪在那裡 因為媽媽 她是那一百天 有兩個牧師 其實跟我爸爸當時 說了五個T字 五個T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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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一個T 就是說時間 他說需要時間 對嗎 即是我們呈喪 那些事情 我明白 他說有哭 因為男的比較少 哭 他說不要緊 有眼淚 可以流出來 他說有話 你說出來 別在心裡 對 我跟神說 我明白你三個 你三個頭 三個T字 我明白 第四個T字 另外的目色 給我兩個T字 就是一個是信心 我說信心 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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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個是感恩 當感恩 當時看到 我兒子的照片 和我們家裡的時候 我當時覺得 這五個T字 其實我可以感應到 我知道 因為兒子很年輕 離開 是的 所以你也去 因為這個原因 你也去了英國 去找原因 然後就 原來也有很多 這些情況出現 我的契女 就是 她給了一個 文章給我看 是英國的報紙 她就說 原來有一個 SATS Foundation 還有一些 關於撤死的事 所以當我去到英國的時候 我就特地去找 這個機構 所以就拿到 很多資料回來香港 是 所以你把這個 SATS Foundation 移到香港 你也有一個 會在香港產生 是的 我們很快之下 因為她在美國 在1990年代已經開始 所以我們再經歷美國那邊 神也很快 和我安排了 有不同的 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 很多馬力醫院 或者很多公家醫院 甚至乎私家醫生 他們都做我們的 我們可以安排到 做到這個SATS Foundation 我們有幾個 目標 一個目標 很希望 除了幫助 撤死的家人之外 我們也很希望 教育方面 分享多些 給年輕人知道 如果你知道 有先兆的時候 有藥物 有些人 或是像ICD 放在心中 例如Pacemaker 那些是可以幫助 讓他撤死的機會降低 明白 所以看到神 這個祝福就是 你為我們香港人 帶來一個新的機構 幫助更多的朋友 而且我也知道 兒子離開後 你又多了很多 有一個契仔契女 對 所以神 他很奇妙 我也想不到 在第二天 當兒子離開後 很多好朋友 在外國不同的地方都回來 而當晚 每個人都聚集在我家裡 當他們一群小孩坐在那裡 你會發現他們 有些眼神 有些背影 有些動作 或是言語的談吐方面 或其他 他們一起親切 就像我兒子 只是整個兒子 對 所以他們很快就做了契仔 所以現在有五個契仔 一個契女 四個契媳婦 還有四個契孫 第五個來 恭喜你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我的女兒很幸運 都是發燒、頭痕 很小事 有一次試過在遊樂場 突然有大女兒敲喘 其實她以前沒有敲喘 不知道突然間敲喘 我簡直是…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兩個人都很小 我一個人 那時候好像一個超級女孩 一手拿著兩個人 抱著便去醫院 原來一個女人 一個媽媽 在危急時 突然變成神奇女俠 我就會這樣 當然很擔心 所以我很理解到父母 子女病父母那種憂心 我是很體諒到的 其實上帝是會給我們基督徒 當然我們基督徒都是凡人 跟普通人一樣 但他給我們基督徒 有一種特別的特異功能 他給我們的苦難 是我們不會處理不了的 就是說我們是可以勝過的 因為我們靠著上帝可以勝過 所以我們有這種特異功能 我很感恩就是 當我們每一個人 當然都有困難 有危難的時候 但我們有上帝 我們可以靠著他 好像靠山一樣 蹦著他去度過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